之前的一番苦练 他已经初步做到了 法力和飞剑本体间的融为一体 下面便熟练的问题了 柳鸣再次将太刚剑爵中 有关预剑飞行部分通读了一遍后 当即起身而立 单手剑爵一掐 另一手绣袍轻轻一抖 搜的一声 青色飞剑从绣袍中一飞而出 比迎风长至杖许大小 落在他的脚下 青色剑气顿时迷散而出 柳鸣轻轻一跃 便落在了剑身之上 手中剑爵一鸣 搜的一声 他当即连人带剑 化为了一道晴光 击舍而出 密室中空间狭窄 遇见飞行速度又是极快 几乎眨眼间 不要撞到了洞府的墙壁上 柳鸣急忙手中剑爵一变 操控飞剑一个转折 才堪堪的避开了碰壁 但还没有等他松口气 又一个闪动的撞向了另一堵石墙 结果没几个来回 柳鸣便和足下青色剑影 砰的一声 结实的撞在了墙壁之上 洞府之中不由节节禁止 经过这一状 顿时浮现出了一圈圈 如白色的光晕 却并没有就此真的毁坏掉 而柳鸣却倚仗着自身肉身强大 整个人恍如无事地冲息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后 便继续地掐起剑爵修炼起来 在这等狭窄的空间 才最能炼制出遇见飞行的技巧 俗话说得好 所谓修炼无岁月 他这次闭关 一闭关 竟然足有三年之久 柳鸣洞府的密室当中 清光似起 风声鹤鹤 但见一道青色剑光 如柳絮风中摇摆一般 一飘一荡之间 便已在密室当中 兜了一个来回 说不出的自在如意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当中 自由飞驰 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笨拙之感 下一刻 但见清光微微一致的 拉出了道道令人 有些眼花缭乱的残影 满室的青色光影 轻刻之间已收而起 在一脸后 露出了其中的柳鸣 此刻的柳鸣 整个人悬浮在了半空当中 脚下一柳青色飞剑 发出一阵嗡嗡的清明 不过在一看密室当中 便会觉得无语之极 只见四面的墙壁之上 何然布满了一道道的裂纹 三年苦秀 不知和墙壁亲密接触了 不知道多少次 即便有强悍之极的禁制 也禁不住经年累月的轰击 如今的墙壁之上 布满了飞剑撞击流下的痕迹 不过所幸的是 他如今终于在将御剑术 拼命修炼到大城的基础上 也将御剑飞行一举修炼入门 已经真正的操控自如了 接下来他就没有必要将时间继续耗在此神通的修炼上了 而是一番仔细沉言后 将飞剑一收而起 整了整衣服后 便直接出了洞府 他方一来到洞府外 翻手取出了万灵圣地图 神尸一扫过后 便再次阻挞飞剑 化为一道青色剑光 往剑魂殿的方向 飞驰而去 他之所以如此苦修欲剑之术 目的自然还是为了能够再次闯此殿时 能够多一分把握 没过多久 一道青色剑光便来到了一座 距离天剑峰不远 但被挨白雾所覆盖的峡谷之内 此峡谷十分隐秘 他要不是事先找人 先在地图上标出此位置 恐怕真是不容易找到 柳明确定眼前峡谷 确认与地图所指一般无二后 便驱动足底飞剑 直接顿入白雾当中 一盏茶的功夫后 青色剑光便来到了峡谷的深处 一座看起来平凡之极的古朴大殿前 青光一脸过后 现出了柳明的身影 他将飞剑以手而起 同时目光飞一块一扫 但见大殿之前的一块巨石之上 铭刻了剑魂殿三个 古府苍近的血红色大字 乍一看张牙无转 但是字里行间 却隐隐透露出了一股 灵力天地的傲人剑意 柳明方一看到这巨石 便似乎觉察到了 自己领海中的须弥剑胚之灵 有一丝蠢蠢欲动之感 他心中一领 当即翻手取出了忠意 所赐的那枚灰蒙蒙的浮衍 在来此之前 他也对这件魂殿做出了一番了解 知道这大殿周围并无守卫 不过这附近却不有一套 两仪剑陵大阵 任何人胆敢擅闯 都会无穷无尽的剑气 瞬间斩杀成肉泥 柳明当即将法力以催 注入手中的浮衍当中 结果浮衍顿时自然起来 无数灰气从中汹涌而出 引得附近虚空之中 泛起了阵阵涟 轻刻间便包裹住了他的身影 下一刻 柳明只觉得身体一轻 不由自主地往某个方向 挤齿而去 结果几个呼吸过后 当他周遭灰气一脸 再次看清周围的景物之时 赫然已身处一个 灰蒙蒙的无边空间内 这里便是剑魂殿吗 柳明好奇地四下张望 却发现入眼处 紧接是灰色的雾气 而脚下则都是暗灰色的地面 看起来一片荒凉之景 咦 不对啊 柳明瞬间便反应了过来 这些所谓的灰物当中 不停地散发出 一阵阵微弱的剑意 这灰物本身 似乎就是活物一般 他体内的须弥剑胚 此刻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当即发出了 微微的瘟鸣 柳明心念一动之下 单手剑决一摧 便开始引导周遭的 灵散剑意 没入灵海 当周遭的灰气 被其吸得七七八八之时 只觉灵海之中 原本近乎透明的 虚迷虚空简胚 竟隐隐地变得明亮了一丝 并开始发出 宽宇的清明 钟长老所言 果然是真的 这剑魂殿中充满了剑意能量 可以迅速恢复亏损的剑胚之灵 柳明剑刺情形 当即心中惊喜万分起来 不过 吸收过来的这些游离剑意能量 实在是太过稀少了 按照这个速度 想要完全恢复 起码要七八年时间才可以 而钟长老给他的福隐 自然不可能让其在剑魂殿当中 待上如此之久的 看来还是得按照钟长老所言 尽可能地击杀这里的剑魂 以尽快地汲取剑意能量 柳明想到这里 当即脚下一栋 一团青色剑光包住了他的身体 瞬间击射而出 结果他没顿出多远 便听到嗖的一声从侧面传来 但见一道灰色光芒 突然从不远处 击射而至 直接往柳明所化剑光而来 柳明眉头一条 不怒翻喜 身性微微一致 挥手打出一道剑指 所化青色剑气 根据此前他所了解的 在这剑魂殿当中 并无其他生物 只有此处剑意能量汇聚而成的剑魂 只要将之积上便能够汲取到精纯的剑意能量 啪的一声 青色剑气顿时将灰光积得粉碎 并于事不衰的直接射向地面 一声乍响过后 地面之上便出现了一个大坑 与此同时 一只灰蒙蒙的虚影跳了出来 一闪之下 篡当了十余杖之外 柳明这才看清楚剑魂的样子 竟然是一个人形光人 但浑身覆盖了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但两眼却有两道寸许长的精芒闪动不已 并恶狠狠地盯着柳明不放 柳明见此眉头一皱 这人形剑魂似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灵质 已经成了某种灵类存在 但身上散发的却是不低的剑气波动 但以法力看 已经不信算于宁业初期的修士了 按照《藏经阁》中典籍上所说 诺依剑魂殿的那位太清门仙人大能 为了能够让此殿成为专门磨练剑修弟子的禁地 曾在此布下了特殊的禁止 在这处空间当中 只能动用飞剑和剑道神通 一旦使用其他法术或者灵器 就会被此殿排除 立刻地传送出去的 如此一来 他也只能动用剑绝和催动飞剑 对阵面前的剑魂了 柳明心念急转 手上动作却没有漫上分好 单手指示一下绝 一道清光便从足底处击视而出 往对面人形剑魂一卷而去 对面的人形剑魂反应也是极为敏捷 对面垫射而至的青色剑光 深情顿时往后抱腿而去 同时伤口喷出了一道灰色剑芒 笔直刚才的灰光粗大了背雪的样子 也迎上了青色剑光 柳明冷恨一声 心中剑绝一宁 青色剑芒顿时光芒大盛的席卷而下 幻化成了一道青色巨剑 只是一闪之下 便将灰芒一展而开 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暴退之中的人形剑魂卷入了其中 随着一声撕裂般的声音 剑魂连惨叫也没有来得及发出 却被密集的剑气搅成了碎片 并砰的一声 画成了一片片灰色雾气 其中一道细弱发丝的晶莹剑气 飘了出来 散发出强烈的剑意波动 柳明心中一喜 联盟身形一个闪动的 出现在了静莹剑气的旁边 单手虚空一招 将这一缕剑意能量 引入体内灵海当中 与此同时 原本静静悬浮的虚迷虚空剑胚 仿佛有灵性一般的 骤然间狂颤起来 几个闪动间 便将灵海中 荡漾的这一缕剑意能量 吸入其中 柳明神势一扫之下 能够轻触地感觉到 剑培之灵的力量 似乎恢复了少许 当即满意地点了眼头 接着 他单手召回青色飞剑 正要驱动剑光继续前进 却有一道荧光 激世而来 柳明当即心中一领 目光一年后 立刻便看清了 远处荧光包裹的 赫然也是一头人形剑魂 从其散发的气息来看 彼此前的灰色剑魂 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而在其身后 则另有一道灰红金色剑光 紧跟激世而来 似乎在追赶前者 柳明神色一动 正要避开 银色剑魂的时候 从后面金色剑光中 却有一道粗犷的声音 远远地传了过来 前面师弟 帮俺一把 拦住这银崽子 说话间 银色剑魂 已然一闪得到了近前 柳明心中微以犹豫 终于还是一直点出 脚下的青色飞剑 再次一闪而出 化作一道巨大剑光 刚头一闪之下 喷出了七八道青色剑影 封住了剑魂逃顿的方向 银色剑魂似乎对柳明突然出手拦住去路 十分的不满 顿时发出了一声怒吼 身上银色剑芒便是一剩 下一刻随着扑扑声接连响起 青色剑影纷纷击撞在了银色顿光之上 结果让柳明诧异的一幕出现了 银色顿光只是狂闪几下 便恢复了平静 而青色剑影却纷纷的碎裂开来 不过即便如此 其飞顿的速度也是因此一致 便在这间隙功夫 一声凌厉的破空声响起 刺目金光已然追了上来 离金色剑光尚有数丈距离 柳明却感觉到了一阵炙热的气浪扑面而至 心中一惊直下 当即手中法觉一变得 飞身后退起来 银色剑魂已被笼罩在金色剑光的攻击范围内 退无可退之下 顿时发出了一声嘀吼 顿速一致 荧光之中手臂连动 顿时无数银色剑气席卷而出 迎上了金光 阵阵金歌声中金芒银芒顿时纠缠在了一起 此时的柳明已然飘身飞退了二三十丈开外之处 并没有插手的意思 结果没几个呼吸的功夫 前方的交战便有了结果 银色剑魂固然实力强大 但也就和画经中期的修饰相当 而金色剑光中蕴含的剑意滔天 驱使之人十有八九 是一名真丹镜的存在 两者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银色剑魂只是勉强抵挡了两下 并被金色剑光一个翻卷的斩车了两截 并蓬蓬两声的爆裂而开 并化为两团粘稠的银色烟雾 烟雾当中 银叶有一根麻绳般粗细的经营剑意能量 其散发而出的波动 赫然比他之前吸出的那条灰色剑意 粗淡了七八倍不止 六明看在眼中 心中也不免有些眼馋呢 就在此时 金色剑光骤然一个翻卷 幻化出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灵蛇 一个开合间 便将晶莹剑意 以及弥漫而开的银色烟雾 悉数的吞了进去 随即 所有的金光如长津溪水般收敛了起来 化为了一道薄如蝉翼的金色飞剑 而飞剑之上则站着一名大汉 柳银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这个大汉散发而出的气息 赫然和殷九龄等内门掌座相仿 果真是真丹静的剑修强者 看来十有八九是传闻中的密传弟子 呵呵 俺是浮屠空求龙子 方才多谢出手相助 看师弟修为 应该是内门弟子吧 现在竟然能够进入此地 可见不凡啊 不知如何称呼 大汉刚刚吸收了一缕精纯建议 心情大好 看了一眼柳铭 很是豪爽的 抱拳说道 师兄客气了 在下是洛幽峰柳铭 柳铭心中一动 连忙还了一礼 这大汉十之八九 便是真丹静的密传弟子 但看起来 却没有多少具傲的神色 哦 洛幽峰啊 据我所知 内门弟子当中 修炼飞剑之术的 大部分都是天剑锋之人 不瞒师弟 俺以前也是天剑锋出身的 洛幽峰以轨道功法著称 没想到会出一名剑修 咦 师弟修炼的似乎是太刚进绝 大汉先是哈哈一笑 随后目光一凝后 轻移了一声 求师兄果然好眼力 在下也是居然巧合之下 才得以修炼了一门密传剑术的 他一个内门弟子 修炼太刚剑爵 是有些惹人疑问的 不过此事 已经被执法殿摆在了明面上 也就不再刻意遮掩了 感谢收听 摩天计